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地方这个问题解决的话 当然要用哪个函数呢 其实如果你完全都不知道没关系 答案应该就是在点击下来 里面有一个群组叫做文字 那文字里面的话 这边有这么多 其实就是我们之后要用到的 几乎全部都会用到 那其中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看一下 底下基本上呢选一个 下面都会有一个 我想特别注意就是说 以后各位要学习如何使用函数的方法 而不是去记函数怎么去使用 不是去死倍 而是说你要活用 那里面的话各位可以看到 比如说第一个ASC 它里面的话呢就是将什么 全形 全形的字元 转换为半形的字元 它里面什么用于双位元的字元旗 这个双位元字元旗 这个是早期的 这个像BigFi 不过现在都没有用 比较少用到这个 现在的话呢 无论是 那个中文 以前是中文字是两个拜者 英文字是一个拜者 不过现在几乎都Unical了 Unical的话呢 不管是中文英文 全部都是两个拜者 连数字都两个拜者 就同意了 不然以前的话呢 还要判断 到底是英文还是中文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今天要用到这个ASC 去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要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嘛 你会发现 它是跟你讲说 如果你要ASC 可以帮你把全形转成半形 但是你要给我什么东西呢 给我一个Test 就是文字 OK 那我们按确定 那我们把这个文字给它好了 他会问你说 你的文字在哪里呢 那你就给它这个 Excel 那你会发现 你给它全形 它就帮你把全部的 有没有 这个全形的 一下子全部帮你把它改成什么 半形的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把它向下填满 这个时候呢 只要里面是全形的 有点像是过滤器 全部帮你过滤成半形的 OK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那个 全形转半形的这个练习 那如果你要往下 如果有些动作比较快的同学 你要继续的话 你可以把其他的范例 先打开来看一下 每一个打开来呢 都会有我们要做的 到底什么目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也许将来你的事情 可能会经常性用到 同样的功能 那当然每一次 你都要再插函数 其实蛮麻烦 如果是当然最好 你就是固定 经常性的话 你可以就把 做一个资料的清除 比如在这边清除掉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怎么样 快速的帮我转换成半形 比如说按下去 它就全部帮你转成半形 好 那这个动作的话 当然在我们前面 入门班有提到了 基本上就是说呢 清除 其实实际上就是把 我们某个范围的资料 这个里面的资料 把它清空 我想清除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然后呢 要转换成半形 那将来如果说 你需要把某个固定 经常性的功能 把它做成VBA的话 也许这个东西 你要转到这边来 那你要去思考 就是几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说 在VBA里面 有没有 对应的那个函数 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有的话 那去哪边找 OK 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如果有 但是比较不好用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有 可是呢 要解决你眼前这个问题 要花更多时间的话 那你可能要思考怎么样 那你不如怎么样 干脆就拿 我们已经有的这个函数 拿来直接输出就好了 会简单许多 所以呢 这个地方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要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 给做出来 那 如果第一个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做成按钮 那第一个 当然你要先把你的电脑 因为我们这边电脑都会还原 开发人员这个一定要叫出来 这个是必要的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我要在这个 开发人员叫出来 应该还记得吧 在上面有个那个小箭头 其他命令 有个制定功能区 开发人员 预设没打勾 记得把它打勾 OK 第二个的话呢 你就切到 我是这个还没做的 OK 好 第二个的话呢 再切到那个visual bag 假如说 你这个动作 又就是要经常性的话呢 那你可以 就是第一个 把你的那个专案 对不对 visual bag 它开起来之后 预设会把这个画面给遮住 那我的习惯 跟之前一样 先缩小 缩小之后的话呢 再先做一件事 因为我要产生按钮的话 那记得在 我们的专案 上面这个专案 插入模组 特别注意 这个是模 就插入一个模组 你才有办法去做 那个后续的程序 那首先